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八十六章 苍兰山山下 叶玄突然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是莫云起和白泽 还有吉安芝 叶玄沉声说 这是我的事情 你们没必要参与起来 莫云起有些不满地说 卧槽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这么说 就是不把我们当兄弟啊 叶玄还想说什么 莫云起突然正色说 别想那么多了 叶玲不仅仅是你妹妹 也是我们的妹妹 说着他轻轻拍了拍 叶玄肩膀 不说那些闪情的了啊 走吧 叶玄看了三人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一刻钟后 四人登上了云船 前往宁果 叶玄三人刚登上云船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叶玄四人面前 老者对着叶玄微微一礼 叶公子 老夫云船管事 叶公子唤我离管事即可 说着他看了一眼四周 又说 此次云船只有四位 在安全方面 叶公子自然放心 上面已有安排 四周已有强者镇守 除此之外 我们九楼主也在暗中 若是仓墓学院想再同袭 我最先楼第一个不答应 听到李管事的话 某云起三人眼中 皆是有着一丝震惊 仓墓学院的霸道和高傲 可以说是比仓墓学院一点都不差的 而现在 这最先楼堆叶玄的态度 简直是有点讨好的味道啊 叶玄对李管事抱了抱拳 说 此次相助之恩 我记下了 文言 李管事嘴角 泛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叶公子 楼主还有交代 我们已经在彻查 此次仓墓学院的阴谋 在四伟到达宁国之前 我们必定会给叶公子 一个满意的交代 叶玄点了点头 多谢了 李管事微微一笑 四伟早些休息 有事请尽管吩咐 说完 他微微一礼 然后退了下去 这时 莫云起 看向叶玄 你是不是最先楼老大的 私生子啊 叶玄摇头 私生子 他自然知道 最先楼为何这么是好 这一切都是神秘女子的缘故 叶玄看了三人一眼 你们早些休息吧 说完 他转身离去了 吉安芝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跟了过去 原地 莫云起 莫云起看了一眼 叶玄的背影 兴盛一叹 哎呀 这家伙 还好我当年老子没有加入藏墓学院 这藏墓学院 太他妈下作了 白泽点头 嗯 下作 莫云起 看向白泽 那坏头啊 这一次 可能是 实死无生啊 白泽看了一眼 莫云起 嗯 跟你死在一起 我有点犹豫了 苦患日 包厢内 叶玄刚进包厢 他突然转身 在他面前不远处 是跟来的 吉安芝 吉安芝走到叶玄面前 藏墓学院不敢伤害他 叶玄点头 我知道 藏墓学院肯定是不敢杀叶玲的 因为一旦杀了叶玲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倚仗 并且会被吉老头疯狂地报复 藏墓学院现在也不敢与死网坡 但是他们又不能这么放人叶玄成长下去 继续放人叶玄成长下去 日后藏墓学院处境会越来越糟糕 吉安芝看了一眼叶玄 好好休息 我们会带他回来 叶玄看向吉安芝 轻声说 这一趟肯定会很危险 吉安芝直视叶玄 不危险 我们便不会来了 说完 他打开自己带来那个包袱 然后从里面拿出两个白面馒头 递给叶玄 嗯 别饿着 片刻之后吉安芝离开了 包厢内 叶玄坐在椅子上 他拿出一个小木人 这个小木人跟叶玲长得一模一样 叶玄看着手中的小木人 神色平静 眼中没有半点波动 弱呀 一直以来 他觉得自己很强了 至少在年轻一代之中 可能也就安兰秀与他一战 说一点没有飘 那是假的 而这一次 残酷的事实让他知道 他即使弱得不堪一击 李轩仓和黑猫人带走叶玲 而他呢 他只能选择看着 甚至 若不是季老头的话 他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怪季老头 也不怪任何人 他只怪自己弱 自己太弱了 叶玄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弱就没有话语权 弱就只能认人欺凌 弱就只能忍受万般不平事 叶玄双手紧紧地握着 他掌心之中鲜血之一 而在他体内灵修剑微微地颤抖着 越来越颤 到了最后 叶玄整个身体竟然都开始颤抖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体内周身 竟散发着一股淡淡的一印 而这时候 一张白色纸自二楼飘了出来 纸上是一柄剑 剑的四周是一股剑衣 而剑衣的后面 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显然这是在问 这是什么剑衣 帝都 苍木学院劫走叶玲的事情 不知是谁传了出去 很快 整个帝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一瞬间 整个帝都都是沸腾了 愤怒 这是此刻帝都所有人的心情 原本他们并不怎么喜欢苍蓝学院 应该说他们只喜欢强者 而苍蓝学院在面对苍木学院时 毫无疑问是最弱的那一方 因此在最开始 所有人都站在苍木学院这一边 这个世界人们自然是更喜欢强者的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苍木学院请来唐国人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让帝都这些人厌恶到了极点 要知道 曾经江国和唐国可是无数次交战的 有多少江国人死在唐国铁骑之下 特别是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们大多数亲人都被唐国所杀 还有帝都的那些士兵 他们曾经多少好友都被唐国士兵杀死的 而苍木学院居然请唐国人来对付叶玄 要知道叶玄是江国人 因此无数人想都没想就站在叶玄这一边 不过对于苍木学院 大多数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而现在苍木学院为了杀叶玄 居然抓了叶玄的妹妹叶玲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对于苍木学院的做法 整个帝都的人可以说是敢怒也敢言了 一时间帝都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苍木学院 而说起苍木学院没有人不是一脸鄙夷的 苍木学院的名声可以说是臭到了极点 藏山 藏木殿 一道怒吓声突然自大殿内响起 是谁 大殿守卫 李轩藏脸色铁青 是谁在控制帝都的舆论 这时下方的黎修站了出来 应该是最先楼 可能江国皇室也有 李轩藏眼神顿时冷了下来 他们没有理由站到藏兰玄院那边 李修神色有些难看 据我们所查 李轩等人前往宁国室 最先楼的九楼主亲自护送 除此之外 江国皇室上任国主也在暗中护送 文言 殿内所有人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 这是摆明了站在藏兰学院这边的 江国有三大势力 苍木学院 最先楼 江国皇室 而现在这两个势力竟然都站到 藏兰学院这一边 情况不对呀 所有人看向李轩藏 李轩藏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李修 那夜轩来历 你当真查清楚了 李修点头 他来自清城 放屁 李轩藏突然怒吼 一个小小清城 如何能培育出一位剑修 而且还是一位大剑修 那少年加入苍兰学院之前就已经是剑修 这意味着是待机进入苍兰学院 而他从两届城回来 实力便突飞猛进到连坟穴都被他斩杀 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 你们这些掌管情报的 都是吃干饭的吗 李修脸色有些苍白 现在的他可以说是苍兰学院内最不受待见的人 当初如果他稍微把眼睛放亮一点 将夜轩收入苍兰学院 那么苍兰学院必定会再辉煌无数年 而苍兰学院将会死得不能再死 一点希望都没有 而如今是苍兰学院有了希望 而苍兰学院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 这一切只是因为当初苍兰学院放弃了那位少年 那位一心想着加入苍兰学院的少年 当年苍兰学院嘲笑夜轩是苍兰学院不要的学院 而如今整个帝都在嘲笑他们 嘲笑苍兰学院不要的垃圾 斩上了他们最强的学院 场中李玄苍突然说 罢了 曾经之事已经不可挽回 那也没必要再继续纠结 说着他扫了一眼大殿内众人 现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 不管那夜轩身后有谁 什么来历 他都必须得死 当年苍兰学院是如何没落的 想来你们应该很清楚 常中 众人点头表示赞同 这个时候 苍兰学院内部是万万不能出任何问题了 李玄苍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副院长莫松 准备的事情都如何了 莫松沉声说 都差不多了 宁国那边 宁国国主拓八业已经答应我们的要求 到时会配合我们 李玄苍点了点头 大云帝国那边的学员呢 莫松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那便要求一卷天洁无际 若是我们答应 他们就会让学院中的人赶来 答应他们 李玄苍突然说 若是他们击杀叶玄 不仅给他们一卷天洁下品武器 还给他们一卷天洁下品功法 还有赠送他们一件明界级别的灵器 文言 场中总有人都愣住了 天洁 这何是真正的价值连城啊 而苍木学院传承这么多年 天洁武器一共不到五门 其中三门还都只是残障 至于明界级别的灵器 整个苍木学院也不过才六件 而这六件是苍木学院近千年才积累下来的 就这么送出去嘛 所有人都感觉有些肉疼 就在这时候 李玄苍冷冷看了众人一眼 叶玄此人不死 他必带着苍蓝学院崛起 而那时 我苍木学院极有可能会冲到当年苍蓝学院福折 东西没了 还可以挣 但若是玄苍没了 人没了 那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殿内众人沉默 李玄苍看向莫松 其余的呢 莫松沉声说 除了大云帝国的那边学院 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学院 对此次事情也是很感兴趣 其中来了好几位名气很大的 其中一位更是五榜之上的谣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熊 他们都知道叶玄此人的实力 因此赶来的都是有底气的 说到这里 他看向李玄苍 听闻一些杀手组织都派了人来 李玄苍双眼微眯 暗戒那边 可有派人来吗 莫松摇头 不知 李玄苍沉默一瞬 然后说 你派人去与他们同个气 若是他们的人斩杀叶玄 同样给他们一卷天阶下平无际 不 传令出去 只要有人能够斩杀叶玄 我仓墓学院都给一卷天阶下平武器 一卷天阶下平功法 一件明阶级别的下平灵器 莫松看向李玄苍 心还说 吹完报仇 足以杀十名神恶精了 可能连一些老不死的都会来 厂中众人皆是目瞪口呆呀 这般报仇 别说叶玄 就算去杀季老头 怕是都有人会心动啊 当然 心动是一回事 敢不敢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李玄苍神色争宁 苍蓝学院保谈 那么我就要苍蓝学院成为全天下人的敌人 半个时辰之后 随着苍木学院悬赏叶玄人头的报仇公布出去 整个周边中国直接沸腾 这报仇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一刻 就是离江国较近的一些山上势力都有些心动了 两届城 营帐之内 将就看着眼前的密折许久许久 最后 他缓缓起身 通知我父皇 让林老秦来 在此地作战 声音落下 他快补出了营帐 然后翻身上了一匹马 身后一名老者连忙说 殿下 你可是一军统帅呀 怎能轻易离开 你 将就拿出一张金卡 这张卡是当初夜玄送给他的 里面的钱已经转走 但是他却一直保留着 看着手中金卡 将就咧嘴一笑 君如此待我 我又岂能负君 声音落下 他策马而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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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